明天四班千四米拆了两组 第五第六场都是四班千四米的赛事 看看第五场先 降班马有一号的爆酥 但一降班就用毛衔冬排了四档 档位都不错的 升班马13号神奇大帝 是五班都赢了两场的 摆在前面的马 极速宾时 我都觉得它会摆到几前的 神奇大帝都会摆到几前 最近都是这样 名牌效应 这个不是潘顿 这次是何宅耀 潘顿就放死他 这个是很威的爱仗 是他二档不用放一个 他不会放的 你不要以为每次都这样 上次潘顿都说 是的 我都觉得他放得太快 他好像不是他奇 我都觉得他放得太快 所以回来就没有了 其实连马斯我问过 都不是叫他放那么快 还有一只果然有排了十四档 他都试过摆在前面的 基哥 这只果然有 你是难想的 他有时就摆在前 有时排在外档 就缩到鬼那么后 其实说的效果 如果排在外档 他就不应该摆在前面的 他就缩在后面才对的 但是很难说的 雷神你知道了 他有时看一看 咦 那么慢步速啊 不如我都迟了 这件事他要怎样执生呢 我们就预测不到的 创高峰呢 这只排好位 首领位 当然了 四五位最正 有遮挡 他就希望是这样了 当然了 喷火龙都不会太厚的了 心爱那些当然在后面了 这些不用说了 爆酥又未必次次都这样的 这次又有点不同的了 你看看 先看看这些马先吧 那只极速奔驰 大家都会留意它了 因为这只马 我们看回前一次 先前他怎么跑 前一阵 他是留着来跑的 是呀 前一阵他排在八档 是呀 那么缩跑缩跑 很明显 动都不动 是呀 是呀 留到较后的位置 是呀 但是那一天 A加三跑道 如果你这些位置的话 都很难追的了 尤其是 他认为是这样跑好 联马斯 因为这只马 就是当时来说 可能觉得前面也多快马 跑完上一次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他不是因应跑道的跑法 是呀 那个八档的叔叔 十四档竟然走去 放前一点 是呀 不过那一场 今次不同 他不是很多快马 因为他知道这只马是均速的 是 上一次追不到 跑得不好的效果 所以今次虽然排位不好 他都尽量放上去 那么前跑 是 连一只真感都放在前面 连一只真感都放在前面 当然了 如果排好位 在前面有马遮住当然是好 但是你没办法 他现在还在三叠望空 他现在还在三叠望空 全程望空 全程没有遮掩的情况下 好 回来又如何 后面追上来的一只圣贤 但是你看到前战马也开始断了 那只真感之前曾经又走势 凌亡空一打下去还有 立即给他 你看 他都跑了多几十米了 三叠了赢 接着那只圣贤 大家再冲一冲 扔掉后面的 真是输给三叠马 没办法 就是说这个跑法是绝对对的了 放在前面了 好了 再来 一向都好样的马 他神经一路令我都有一点失望的 但是现在证明他 原来跑得对都是很聪明的 还没交代这只马 所以还拍跳再继续做事 看这货加进次的 很聪明啊 又是不浮不躁 马身都很爆门的马 走过都无可怀疑的 所以我觉得三叠胆 这只马应该有先考虑的 因为跑法比较 这场马没什么特别快的 他可以 如果找到多少遮挡就更正了 这里就算最坏也是上次那样坏的 没遮挡的 沿途在外当 忘空了 忘空了 没办法的 接着我们要留意那只创高峰 今次放一个 宫明辉 杀手判 我叫他做众人杀手 我曾经上去说 这是连马之蜜堂 这个 这些朋友 每个人都保住 潘明辉这些马 你知道我没什么 这么说的 连带这个这么难交易的 庙都 现在都一直用潘明辉 用了他就是动手的了 看看这次怎么做事 那时贺明辉和苗里德合作愉快的 那次创高峰排住的一档 咬住当然是好位 当天就是这家三跑道 初起的 就是当时来说 他都算是够胆的 但是你刚才看到他都是全程守住个好位 真的打下去够赢了 这么快就已经赢了 这些马房了 这一轮做事了 你看他马房做事就是这样的 连面装高峰 外面的快马反斗财星 这一段21个多 散开他 他没有试杂的 这次有时要变一下招的 每个人都说 哎呀 抠他 抠他 私杂私杂 我就不试 拍多货 是 是 是这样拍 就了 苗太亲自跳 是 很紧张的 他们两个公婆 迈门都是苗太 一个走上来看台 走上去上面 我旁边而已 有时女儿都是 流这样的眼睛 是 什么马都看的 很紧张他们 马婴来得挺好 这一马的成熟程度 被他赢马的时候 肯定又再进一步 难得今次排好位 这一马需要好位的 所以我觉得这只创高峰 分分钟这次 三甲都有他的份的了 是不是赢得到 极速奔驰呢 我不敢说 不过 起码的辅榜 也有这样的距离 所以这只创高峰 必须要加入考虑的马来的 是我心目中的正路马 好了 说了两只正路马 全部这么多正路马 就算中了3T 也没有行 想读中 大哥 3300 那当然要选择一些偏满的 当然要选择一些偏满的 那有什么偏满的马呢 我想一只爆骚都够了 偏满的 是不是 Kiddy 那如果你看到他近将的表现的 的确是很偏满的 那这次降班的话 找无险东好像都应该有些冷门的机会 但是你有没有计划 但是你有没有计算到呢 我不是说的 徐宇石呢 刚刚我们介绍的那只激赏 不是说他赢啊 是不是功夫不同呢 完全表现不同了 完全像第二只马那样的 很厉害啊 当然好不回到 蔡那时候那样的 但是这些是激赏 一做事呢 就不同了 很多的马房都是的 不让你看近职的嘛 喂 上次近啊 鬼都知道啊 上次不近才不知道的嘛 有人啊 但是怎样做事才会变新呢 看看爆骚最近几货神操呢 那看看他的操练 因为这次就落班 立刻都有个货拍跳 近镜的爆骚 是 之前同步都是单跳的 拍了很久了 拍起来 你看看一货和一货不同的 有些生气了 再拍一货 都是近镜的那只 对了 暂暴207 不走的嘛 你记得吗 死固固的不过多 这只马死了 拼了 拼了 这只马不是蔡过来的 是他自己的 他赢得够了 收了工的 大佬 你看 埋一边 聚了手 前两货就追扣女 这次被扣女逼一逼他 早前一出门就在尾巴里 尾巴里尾巴里尾巴里 上次拍摆这跑 一出门就不一定尾巴里 放在前面 放在第三位 跑到1650 他就走了在前面 回来当然没有了 有时是要这样的 那只马未到位 到不到之间 最难处理的 这年马死想要拿个赔率 就是最危险 就是这只马马来着 马来着 来着 要知道 怎么让他不在呢 最重要 这样才有行的 上次这样跑就不在了 接着再做功夫 这只马这次又跑到1400了 帮子无线 还可以骑着马 那只马马来着这个分 现在这马还要有的 不用出雷神吧 这次输了就出雷神吧 所以这次进来这些有行 还有那只马都是冷门来的 相信都喷火龙的 你记得我们介绍的那只马 拼命地拍跳那次 就进来几乎赢了 这次又来了做事了 怎么做呢 那次就苏命连跑 差一点点 这次又拍过了 结果说这个仓得两招 拍跳和落草地 真的很简单 那次是这样 没有人拍 他只有这么多招 有什么办法呢 最紧要很小很勇 因为最近成绩也是好的 最紧要拍完的马来的 我们看惯醒熟 他拍完真的来的很多马 爆速拍了三货 他都拍两货的 他那次还拍得多 最近拍得多 如果你看回 这只马上次拍这么多 就是跑1650的 不过这只马千四都叹的 他很短的冲力 最紧要来的 他进来就有行 就算是极速贫持也好 扭到爆速和喷火龙 看来都没什么人跟你争 就是分钱 看完这个节目 就应该多了人争 那就是这么说 有什么马要想 这场马三T中间那关 没那么简单了 因为我刚才听到基哥 你说今场的步速 似乎未必是很快的 名牌效应 上次你说了 潘顿就放何宅遥二档 应该找个遮挡了吧 放回前一点 不要放头 会不会这次又移回真身的 我看他不会走的了 这些马房倾向他拼命的 不过这只马就算不放也好 我觉得他暂时还可以有些进步的空间 那只马还是比较乱水一点 肌肉还没怎么爆出来 始终还是三岁了 对了 就像那些小弟哥 你怎么练都不会练出这笔筹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就觉得他是比较乱水一点 一看下去 好像不太多肌肉 反而有只马 我一向都说他质素不高 那只神奇大帝 最近都一再有些惊喜 虽然说低班而已 但是最近的五班马赢了 走上四班都有表现的 这只马现在才四岁 可能才开始大熟 反而这只马可以放在前面 或者有些惊喜也不一定的 那我就觉得 其实很多马都还没入局 很多时候都输得远 有一只果然有了 其实你看最近 虽然今次排了个外当 但是最近他都叫做 输了一个多两个马 有没有机会撞到第三个进来 路程一定是对的 又放到雷神 但是雷神爬马 有时候真的想不到他 排在外当 究竟他放在前面 走光了 第一说缩在后面 织得短 这只马 如果要跑得很对来计算 你知道他的评分已经差不多了 他要好好形势 他才能赢得 可能他才能赢得 他其实才有心机和你拼命的 譬如我排在坏位置 我想他跑到最近 三三四四 那怎样 最怕这一件事 他跑到最好 都是未必赢得 因为评分差不多 这次排不好位 看看他会不会跑到最好 看看这场我们选择了什么 这场选择了三号极速 奔驰做胆 拖14号的创高峰 一号爆酥 还有四号的喷火龙 连赢位置Q共六注 三T脚可以拖起 13号的神奇大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